再來我們看一下這邊的修剪 它與相剪類似 但是不刪除第一個選擇的物件 譬如說我今天這個方塊 想要 挖掉 照著這個圓柱 伸進去的地方挖掉這一塊 我可以選擇我們轉成X射線 我可以選擇這邊有一個叫做 修剪 好 先選圓柱 再選真正要被剪掉的東西 這時候你會發現呢 剪掉了 可是圓柱體還保留下來 之前講到相剪的話呢 是圓柱體會被刪除掉 我們可以稍微移動出來給同學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一塊 就照著圓柱的造型 挖掉了 OK 好 那如果說 今天是 圓柱體 想要 照著實體的這一塊 挖掉的話呢 好我們會選擇 修剪 好 先選這一個 再選 想要被挖掉的東西 的這一塊 這個時候我再移動出來 你會發現呢 我們的這一塊 就被挖掉了 OK 好但是呢 原有的物件都還是留下來 好這個是在 修剪的時候會講到的 再來呢 還有一個叫做分割 分割呢 它跟交集一樣 好跟交集一樣 它 我們會選擇 彼此 共有的部分 但是 好這兩個物件 會同時留下來 交集的話呢 是直接就拿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選擇交集的話 選取這兩個物件 選完之後 兩邊就被拿掉了 可是呢 這時候如果說你 你想要得到這一塊 但是 方塊跟圓柱都想要留下來的話 我們就會用這邊的 分割 好或者是點選工具裡面的 實心工具的分割 也是一樣的 好 選擇分割 然後呢 選它 選它 這時候我們稍微把東西移動出來 你會發現呢 東西會被拆解成 像這樣的效果 而且中間這一塊會自動的 變成一個群組 這樣子三塊就留下來了 好 好 這個 同學也可以試試看 修剪 跟分割 你只要做一個簡單的範例 稍微練習一下 你就知道 他們彼此用法在哪裡 將來呢 我們在實際 開始建模的時候 就會運用到這些工具 試試看 我們不在做一個 舊 還會